主席 我們院內的朋友們 大家好 剛剛聽到國民黨的說法 實在非常痛心 也非常質疑 最近接到不少的電話 甚至親耳聽到 說許多路被拿到身份後 就離婚 而且比例還不少 依據調查 有不少是取得身份後 就申請離婚的 還有人回中國後 就帶老公來台 在還沒有良好的配套說之前 我希望 陸沛停止假結婚 我希望保障台灣人的權益